实验步骤 1. 将凸透镜与白纸平行放置 并同时对准远处的大楼 调整白纸与透镜距离至颈雾成像最清晰的位置 测量透镜中心到向的垂直距离 2. 将凸透镜与白纸平行放置 并同时对准太阳光来的方向 调整白纸与透镜距离至阳光汇聚成最小最亮的一点 注意避免造成眼睛伤害 请勿90亮点 3. 利用直尺 测量透镜中心到亮点的垂直距离为A公分 4. 将凸透镜固定于灯距和屏幕中间 发光的灯距移至距离透镜超过2A公分处 移动屏幕至出现最清晰的像 记录此时的物具、像距及成像情形 5. 将灯距逐渐靠近透镜 每次移动5到10公分 并且跟着移动一次屏幕 找出成像最清晰的位置 并记录性值 请注意移动至2A公分处时 像有何特色 6. 将灯距移动靠近至距离透镜A公分的位置 移动屏幕寻找是否可出现最清晰成像的位置 若找不到灯距像 用眼睛直接透过凸透镜观察灯距 记录看到的情形 7. 将灯距从距离透镜A公分处继续靠近透镜 每次移动2到3公分 寻找屏幕是否可出现最清晰成像的位置 若找不到像 用眼睛直接透过凸透镜观察灯距 记录像的情形